其實說總裁他之前他已經在做 他已經在做了一些準備 只是說金融總裁可能剛上來沒多久 他有點沒有大手大腳 就是他做了一些生存準率這件事情 那生存準率的話 因為他是14年從來沒生過 所以生完了之後 市場上面的資金就收水了 資金收水的概念僅僅8月 8月光資金收了2000億 那你收進來了之後 股市跟房市 因為我們這個股房兩個市場 都是資金動能 你資金收下來之後 你船在上面沒水 沒水可以換 你就往下降 所以央行過去用這個方式 但他們可能也沒有想到 就是怎麼這麼快就達到72條之二 一個原因是說剛剛美男也提到的 就是這可能大家都毛錢借錢 好毛錢借錢 那第二個是 現在房價超貴 你現在借一件 等於10年前1.8件 這事也就算了 現在誰還存錢 大家都去買ETF啦 你知道全台灣ETF大家買了都還 所以錢都卡在股市裡面 對大家全台灣ETF買了5兆 那5兆的概念什麼 5兆的概念大概就是 房地產的餘額的一半 所以央行在意的是 第一個 你的比重達標了 第二個的話呢是 你的金額 金額現在已經來到10兆 10兆已經是一個歷史新高 所以央行這樣好像不大對 然後第三個是 我們本來就希望超額儲蓄轉網 去做一些 比如說其他的什麼創業的投資啦 什麼都更為老開發等等 錢沒有在這裡面 全部去買ETF 是所以 央行看是覺得不大對 不大對他就請 剛好最近這段時間 公股行戶換大班風 他們要來拜會 乾脆喝個咖啡聊一聊 就變現在這個樣子 總而言之啦 畢竟政府會保護 這個新慶安的這個手購族 會比較放在這個優先保護的一塊 那對於如果不是手購族 或是說我想要換屋的民眾 那手上有其他房子人到底該怎麼辦 我想問一下嘉欣 因為您剛才有以前也講到 沒想到在房地產這個產業 居然看到這麼多光怪陸禮的現象 今年遇到的是上半年搶房 下半年要搶錢 那這次的銀行的現代令 你覺得受傷最大的會是誰 我想應該不是手購族啦 那假設是換屋族 可能過去住個20平的房子 我小孩生出來要換個大房子 就哇遇到貸不到款了 那怎麼辦 其實手購族來說 他現在擁有無敵信心 你只要是手購族 你有無敵信心你就不用怕了 因為再怎麼樣 你還可以打電話給漾 15個專線 不容易啊 所以你看到這事情之外 其實現在最受傷最重的 確實就像明君 我們講的 就是他是換屋族 但他名下還有貸款 所以像剛剛美男友提到 就是有一種人 他賣房子 他為什麼不讓 因為他自己又買了一間 所以他現在要把他原來的房子賣掉 然後他要買新的那間 他雙邊卡 好可怕 所以這樣子的人他其實是最慘的 那如果說是以換屋族來說 他只要名下還有貸款 他很現實的 他還會卡到央行選擇性信用管制 如果說他在六加一都的話 就是六都再加上新竹縣 是 那我們多數人很多要換房子 幾乎都在六加一都啊 對啊 然後你還都卡到 你原來還有貸款 雙貸 所以這樣的人他其實是最倒楣 除了這個事情之外的話 我們也會 在這個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人 他可能他不符合新清安的首購規定 因為新清安他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名下沒有自用住宅 對 好那有可能 比如說今天他繼承了一間 爸爸給的房子 對 那他是不是就 名下有自用住宅 而且我還沒處理掉 那間可能不能住 他有可能是在比如說屏東鄉下 沒辦法 沒辦法住 然後他自己又有一間 怎麼辦呢 所以像這樣子的人的話 因為他不能用新清安 那他就會比較辛苦 除此之外就是本產業的業者 因為我們在第一線最麻煩的事情 就是說 我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我很多的客戶是被迫 被迫违約 他不是樂意违約 我們就有人這樣子 他就是 他的賣方 本身也是一個要換房子的人 所以賣方也已經看得差不多 那邊大概差不多要簽約 他就等買方這邊的錢下來 然後給他 就給他 對 結果呢 這個人簽了約之後 他問了ABC三間銀行 A本來說可以 後來八月喝完咖啡說 不行 那不行的時候怎麼辦咧 他去問B 該找B啊 因為就是不好意思 現在不收件 B銀行也不收件 那你後來想說去問C好了 好 那C就說可以啊 3.2你要不要 蛤好高喔 所以就會你就會看到就是 大家用就是銀行他手減 但他可能會給你很爛的利率 可能會給你很低的乘數 或者是說他可能用有一些東西綁你 比如說房貸受險 對 比如說叫你去做高資產的 做一些基金投資 但是我這樣也要硬著頭洗下去 沒辦法啊 不然我就借不到錢啊 對啊 所以這個是這一波下來的狀況 確實是比我們意料之外來的更嚴重 那我們就快速問這個問題 因為嘉欣竟然講到這個 乘物的部分會不會價格變天 因為現在就有一個狀況喔 假設說我發現啦 買方市場貸款比較辛苦的時候 會不會逼得賣方市場 把價格下修呢 現階段呢 還沒有發生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因為站在賣方的角度 他可能會認為說 欸我這個今天是買方貸不到款 並不是價格的問題 那如果我今天自己把價格降了 買方可能還是貸不到款啊 那我幹嘛這樣 為什麼要打壞自己的行情 所以在我們預估這幾個月 可能還不會出現 賣方要降價的 就是整批降價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但是如果這個現代力持續的延長 那剛剛相價經濟降的 就是大部分的買方 然後他可能會傾向跑到我們所謂的 預售屋市場 那城屋市場 他可能就會因為這種情況之下 他變得他就是 急迫自助的買方會占大比例 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買方可能會相對會比較少一點 那麼正在買方來講 他的 預價空間就會相對比較高 那陸陸續續才會出現一些買方 他會開始願意浪漓 所以江欣你認為 未來這樣子延燒的話 可能台灣的房價在城屋市場 會有一點點鬆動的空間嗎 我們會認為第一個是要看產品線 如果說是低總價的產品的話 或許可能還有一線生機 但是如果說是 幻屋型的產品的話 因為幻屋的人他是被雙卡 一個是卡總價 一個是卡型的信息用管制 所以他被雙卡了之後呢 他就會 可能在加價的意願度上 跟能力上面他是有困難的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幻屋型的產品 可能價格的表現上面就會差強人意 但是我們過去的經驗來說的話 是一旦市場上面 有一個比較大的重大利空 因為不動產的反應速度比較慢 對 所以通常你要真正有一個 所謂的下修的一個趨勢 可能至少要一季到兩季 大家會比較有感覺 好那最後詳情來為總結 如果說對於這個 第四季下半年有買房打算的人 現階段要做好哪一些準備跟規劃 我們其實大概有幾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的話 你一定要多做功課 就是無論是市場上面的行情 或者是說市場上面的消息面 多做功課是沒有問題的 第二個部分的話 是你可能要多吵一些 銀行的朋友 然後協助你才真正 多認識銀行的朋友有幫助嗎 有一些銀行朋友 會告訴你一些小小的技巧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 是最好可以多準備一些現金 所以你在現金的部位上面 比較高的話 你在談判上面會比較有空間 好那美奈怎麼樣建議 你就是如果說下半年有購物計畫的人 現在遇到這樣一個大風暴 哇我怎麼樣來重新的規劃 我這個買房的一個方向 雖然說這個央行有提供 就是四大方向 但是顯然就是大家還是針對手購組 所以如果你是換屋或者是非手購的話 我們會建議在購物之前 除了就是在房價你要做做功課掌握之外呢 可能在這個銀行端給你的資金來源上面呢 變得說它會是你首要必須要做的一個必備的一個功課 那目前看起來呢屬於這種大型金控的銀行 可能會相對比較困難 那我們是建議去找一些比較小型的銀行 或者是像農會信用合作社 這些比較小型的這個金融機構 它反而會比較有一個空間 那麼在這邊也可能要先跟各位就是 有意願要買房貸要先 可能要打一個預防證啦 就是因為畢竟現在貸款的條件比較困難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附價條款 比如說它要你做房貸受險 或者是你的成數會比較低一點 利率會比較高一點 現在報價是3%的 就你要有這樣子的心理準備了 就是可能你很難再去貨比3家了 可能有願意有一兩家給你 都是已經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條件 這可能會是我們今年 第四季之前都會碰到的一個情況 好 非常感謝兩位的房產專家 有提供大家 如果說你是準備要換房子 準備貸款 然後要做好準備 第一個是啦 跟銀行在談條件的時候 可能要把這個貸款利率 稍微往上增加的一個心理的準備之外 也記得累積自己實力 手上現金多存一點點 才增加自己談判的條件 那今天的這集節目呢 也希望給大家 如果遇到這樣困難的人呢 有一點點這個解決的方法啦 我們房產必休克 下次再見囉 掰掰